你像今天的全红禅 我觉得要反尔赛一下就可以这样 你说你才14岁 就已经三个动作都获得了满分 你哪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前途啊 可以改行了 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 什么呀 房价很低 不是吗 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 不好吗 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 废话 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 跟她一追求就OK 你想说什么吧 不会吧 你快挨打了你这 蝉宝宝最近受的非议比较多 这是亚运会上不知道谁拿毛巾 从上面扔下来砸它 哎呀砸得肩膀疼 以前这个王硕评价白炎松啊 莫名优越感的肉喇叭 你看前段时间讲那个玉制菜 他跟那个专家一唱一和 避重就轻 把那个玉制菜可能有的致癌性 什么的都不提防腹剂过量 他只是说高油高脂 可能吃了不太健康 把真正的问题 他一点都不谈 还有这段时间 这个袁州派 这个董明珠 啊也也也 这个 还有那个王自如 也评价咱们蝉宝宝 董明珠就是个傻 哎呀 也不能说傻子 毕竟人家取得那么大成就嘛 对吧 但是吧 他好像对这个女生攻击性比较强 对这个年轻男的又比较有好感 有点像晚年的武则天 那样的感觉 你这个这个 那叫什么 马卫都 马卫都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全红蝉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嘛 全红蝉这也是 算是武吧 体育方面嘛 人家确实那个动作做的标准 就能达到那个人体的极限 就能做那么小的水花 这跳水 10米跳台 某种角度来看 其实是一项极限运动 就人体在这个高度 他能把这个 自己的这个动作做出来 而且还能把水花压到那么小 相当于是一个极限运动 就是挑战人类极限 你看这些人酸的 还有那个邓亚平以前还 损那个日本的伊藤美城 乒乓球运动员 他说他那个发球 就是花里糊涩的 反正还源自禅宗 这个这个邓文涛还捧他 说是无知者无畏 出生牛肚不怕虎 他的意思是说 全红蝉现在的成绩 是因为他不怕 他不知道这个事故 不知道厉害 等到他经历事了 他就怕了 他就知道怕了 他就跳不好了 眼下之意就是这样 意思是说 袁红蝉还没有跨越 那个真正的能驾驭 自己情绪的阶段 他现在只是说 他无知者无畏 他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蝉宝宝 哪里是无知者无畏 蝉宝宝就是练到 那个境界了 你外界再怎么干扰 我都能跳得好 稳定 你看他做那个道理 那个道理真的是 非常非常棒 郭金晶说 他到现在都做 那个道理做不好 哎呀 反正这个 人红是非多嘛 对吧 有句老话叫 反正你一出名 随之而来的 毁誉参半就都来了 何况是他这种 没有背景 对吧 没有靠山的 这个蝉宝宝 据说是郭金晶 他们说郭金晶 可能做他的教练 那要是货家 做他的靠山 那就没人会 非议他的